你看看,最好笑的就是檢討性昭寶制度 結果民進黨的以為全部都反對跳 我就很想說,冠雨你在哪裡 每次柯恩德思言抽你,第一個跳進來 遇到民進黨的性昭寶制度,你怎麼都不見了 所以你這樣講,這也是當時黃國昭是有一個體驗的 他說我來參加台灣民進黨 他如果以為我們之前的意見不一樣怎麼辦 我說,台灣民進黨成立到現在 四年我們在立法院還沒有用過甲級動員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還是相信說 我更快要我剛剛講說,如果真的要甲級 我當時我一開始要見到規定說 如果我用甲級動員 一來他有兩次可以不用手規矩 其他的國民安民進黨他如果甲級動員 沒有來要花錢 那我的制度說,有兩次可以不用花錢 不過到現在為什麼我都沒有用過 為什麼你知道 我認為啦 是非對錯 當然有幾個比較兩難的狀況 但是 90% 至少90% 是非對錯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有一兩次說 他真的 他真的有困難幹嘛 我們可以理解 我要跟大家講 是非對錯 不然有兩難的局面 但是絕大波數狀況 大家都會想 所以在說為什麼 彈移動難得到現在 沒有用過甲級動員 因為大家討論以後 是非對錯大家都很明顯 還有一點 我就比較誠實 你後面是 對誰關說 對誰 大家都明顯講 事實上我們 後面有綁意義的 也比較少 在10年20年 我不敢講 至少在過去市民 我們有個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 相當獨立的形式上去存立 而且經過一種 主題的討論 法官沒有原電的主要 可能從來沒有 入口家庭動員